大牌长龙不见镜头 他们全是为了买房 今年在房市过热 公布应求的同时 房地产业者 荷包也是赚宝宝 根据证交所三号 公布最新数据 现在赚最多钱的行业 第一名是房地产 代小野 年薪五百 那还蛮夸张 那蛮夸张的 对哦 在台湾 尤其在台湾 代小年薪五百万 直属是听起来蛮有吸引力的 可能自己 也会想去尝试看看 根据证交所三号 公布去年上市贵公司 员工的平均年薪 前五高分别为 爱山林五百五十二点六万 联德五百二十二点五万 三商四百九十四点六万 联发科三百八十四点五万 联勇三百七十八点四万 年薪金额落在三百七十多万 到五百五十二万元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 大家最常听到的台积电 却只排第二十四名 房市在过去一年 很热络的情况下 让整个这种代销仲介的这种 相关公司的这个员工的薪资 跟着这个水涨船高 因为他们是靠着这种 低级性干高奖金的模式 其中不动产代销王爱山林 平均薪水年增九成三 趋近翻倍 称霸上市公司薪水之冠 其实爱山林年薪之所以这么高 与人工人数息息相关 根据公开资讯观测站揭露 去年员工数仅八十九人 获利就有十五亿 因此分的钱盆满钵满 不过民众看法却很两极 应该也还好吧 因为台湾赚大钱的人 还是很多呀 现在那个科技的现在都很 都很盛行 所以应该是半达体会比较好 科技方面的 即使郑交所去年薪水 排名前几名 电子科技业只占五家 但随全球掀起 AI人工智慧浪潮 人不交习民众对该领域的 满满希望 三立新闻 许志雄 林志祺 综合报导